本周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店排行榜 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6月5号陈文倩出版的《终于还是爱了》 已经在伯克莱的排行榜上登上第一名 那至于在陈品书店还没有出现在排行榜上 但它的后事是很可以预期的 而这周要跟大家介绍的书 则是已经在5月11号出版 那它是陈品书店5月11号到5月24号 华文创作类的第一名 伯克莱七日畅销榜的第29名 书名叫做《所有温柔都是你的隐喻》 《长河书封版》 作者是不朽 出版社 王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这本书在排行榜上已经出现了一阵子 那最近在双榜上都纷纷的呈现佳期 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简介 人间不值得的时候就让自己值得 世界不够温柔的时候就自己成为温柔 整品博客来金石堂年度畅销作家不朽 第一本照片散文集 35次情语过后的回首 100帧沿途风景的定格 一趟抵达温柔的无悔远征 随书特别附赠 方形写真卡 温柔是情 你终会绽放 在人间的悲欢季节 人迎来自己的无数个晴天 和独一无二的气候 温柔是风 徘徊是为了抵达 迷惘是为了确定 漫长的人生 你永远只能奔赴 只能勇往 只能风雨坚沉地闯 温柔是雨 雨还是一直下个不停 可是我还是想要尝试 去爱那些寒冷和潮湿的日子 去爱那些不如意的时光 去爱那个四奔五裂的自己 温柔是云 终究会过去的 纵使这个终究里 没有人看见我度过了什么 才能酿成云淡风轻的终于 才能把总有一天走成现实 温柔是你 愿你以后每一次的变好 都不是为了别人 而是为了自己 愿你终于不再做别人眼中的你 只做自己世界里的唯一 不朽透过三十五篇 全新创作的散文 分享最私密 却又最贴近 最难堪 却又最勇敢的自己 毕竟晴风雨云 你曾耀眼地无所畏惧 也曾脆弱的不堪一己 但又有什么关系 这都是你 而一路上所有关于温柔的练习 都只是为了证明 你已经足够温柔 书风设计概念 远征的路途中 你经过长河 眺望过远山 他眼所见是浅泉流云 你在长河中感叹零零波光 在满是荒芜的山中 踏过层层白雪 在厚重的云里 窥见缝隙间套来的光 抵达向往的路途中 或许悲伤 或许孤单 但请别忘记 这一路上的晴风雨云 终会有繁星闪耀 三款封面分别以长河 远山 以及流云为主题 并搭配相关照片 做情境上的相互对应 画面颜色保持简洁干净 凸显照片的视觉主体性 带有手感的牛皮厚卡 搭配烫映 营造出朴实画面上 细微的光泽感 作者简介 不朽 别名泰勒 90后的香港女生 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 目前就读北京电影学院 电视剧剧作研究所 偏爱世间一切浪漫的事物 偶尔悲伤 尽量善良 活好自己 再热爱这个世界 不朽的意思是 不要成为一个腐朽的人 著作有 2017年与自己和好如初 2018年 想把余生的温柔都给你 2019年 你的少年念想 内容视读如下 情 你一如往常的美好 也一如既往的 正在奔往美好 送走了旧的日子 毫无防备的 迎来新的日子 总是有一个习惯 在一年的时端里 去回顾去年的自己 每当这个时候 都会开始 数算着一年里的种种 伤心的日子 或者开心快乐的一切 但越是计算到最后 越是发现 比起满足 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失望 和埋怨 以前会觉得 这真是一个 很残忍的举动 到了最后 问题总是回归到 自己的身上 任何一点的措施 都恍如对不起 过往的岁月 有时候 期待 就是这么一回事 一旦有了一点想法 就像是燃烧的火苗 只等待火光的湮灭 也一如既往的 不喜欢自己 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来和自己对峙 以为只要逃脱 就能割舍 那些坏掉的部分 于是 时间打马而过 流过半盏光阴 我以为自己 已经可以很好的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可是那些过往 却总是深深入耳 隐隐回身 不便朝夕的 紧抓着我 所以我总是 没办法往前走 因为 我没办法放开 所有从前 我还没办法 和遗憾妥协 我还是 借怀着那些旧伤 我还是那样脆弱 为什么不能 更多的努力 为什么不能 走得更远 为什么又被 沉重的事 拖住了脚步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 总是一成不变 许过的愿 设立过的目标 都像是信口开河的玩笑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是 如此不堪 后来我才慢慢地懂得 原来 期盼的意义 从不在于 最后 是否能去摘到星星 而是在于 仰望星辰的 每个当下 我想也是 这些星星点点的 期盼 承载着过去 一整年的自己 同时也 充当了自己 一整年的支柱 想着 我还没完成 这些愿望 还没去到 我想去的地方 还没见到 想念的人 或还没成为 向往的自己 我就感觉 我还能 更加努力地 走向明天 还能活得 更久一点 我想这就是 期盼的全部意义 原来计算 我们好的单位 从来都不是 达成了多少的成就 或是收获了 多少的成果 到最后 原来 是你对自己相信 对自己 够不够满足 对自己 够不够努力 而让这一年 变得美好 尽管人有 许多的不足 还有好多 想去的地方 还有更多 想完成的事 还有一些 坏掉的部分 要痊愈 但那些 过去做不到的 就留给明天 我们永远 都比自己 想象中的 拥有更多的 明天要抵达 所以 所以 就算不够好 又如何 因为还不够好 因为还需要 做的更多 所以才有了 期待明天的勇气 我们来日方长 我们未来可期 就在未来到来的时候 允许自己原谅 所有过失 允许自己原谅 所有挥霍 也许过去 你过得很好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 好坏参半 却也满足 也许更多的你 在泥泥荒地里徘徊 无论是哪一个你 坏掉的一部分 就让它们滞留在过去 然后一切归零 零或许是一切的终结 但更多的是 一切的种子 万物的萌芽 新的日子里 我不想许太伟大的愿望 只愿岁月有所回顾 只愿来日有所期盼 踏实地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你要记得 你一如往常的美好 也一如既往的 正在奔往美好 最初也是最后 许愿你日日平安 朝朝欢喜 风 这场成长 没有归途 你只能继续往前曝露 你还记不记得 你当初望向这 无穷好凡的世界时 希望像是 落日融金般摆在眼前 明亮的光芒 无限延展开来 你带着闪耀 过量 轻柔的神情 奔向调摇万里的模样 你说你要用余生的漫长 去闯 去四处流浪 你说你不怕长大 也不必有人牵挂 你说世界很大 要开出自己的花 前一些日子 写了一段这样的话 重要的不是 这个世界有多大 那些都不是你的 只有你走了多远的路 才是完完全全 属于你自己的礼物 成长也是 重要的不是世上 有多美好 或善良 或强大 或优秀的人 而是你自己 成为怎么样的人 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就会离开 那个旧的地方 和一些陌生人相遇 旧和曾经同行的人告别 人和人的心 从远到近 若或许 慢慢地 从滚烫到冰冷 后来才发现 不过是人间的常态 要走了 这三个字 在这几年的岁月里 说了一次又一次 去台湾 去韩国 又去台湾 又去香港 又去台湾 又去韩国 又去香港 来来回回的 曾经也为了 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而觉得迷惘 所以我才对 哪里都没有归属感 毕竟我连自己 有时候都对自己 没有归属感 该如何前往 条远的未来 是我一直以来 无时无刻 都在思考的事 可是 总是没有答案的 花很多的时间 去了解 生命路途的遥远 和复杂 然后花更多的时间 去接受 这样的迷糊 和复杂 然后当我回过神来 未来就已经赤裸地 摆在自己面前了 只能这么去相信了 经历的路途 都是生命的礼物 北京是我生活的 第四个城市 离开家的第七年 一切都以司空见惯 在离开台北的时候 没花多少时间 和好友告别 他替我提着行李 走到入关口 我和他说 不准不舍得 你要记得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他说好 我平静地挥挥手 就提着大包小包地 走了进去 没有回头 像极了利索的大人模样 然后 居然开始觉得熟练了 世上的好多事情 都是只要经过练习 就能够适应和习惯的 花一点时间来怀念 在成为大人之前 在还盼望着长大 还不晓得距离和时间 适合物的时候 就要离开家到台北念书 看着日地上 被红色马克笔 重重地画起来的圈圈 日子一天天靠近 如同本来从远处 看着一座 蜿蜒壮观的高山 一下子搬动到自己的面前 于是开始惧怕着 面前的广距和宏大 然而已经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从此以后 你必须迈步 走向奔路 父母亲来送鸡的时候 走向关口时 我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花了好大的力气 才忍住了回头的冲动 不可以 不可以回头 好不容易才能留给他们一个灿烂的笑容 和潇洒的背影 不能够因为一些不舍 就一直永至在往袭 这与你的憧憬相悖 你要舍弃所有沉云未决 你要甘愿洒脱 劫风沐雨 砥砺前行 过了海关之后 蹲在机场商店街的一旁哭泣 那里已经再也看不到关外的他们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那么难受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啊 我不怕面对那些明日未知的困境 却害怕着亲爱的人 朝自己投递来心疼担心的眼神 身旁的人都露出异样的眼光 有个人拿着卫生纸蹲下来问我 你还好吗 胸腔像被人狠狠地揪住一样 起伏不平 我被泪水呛到说不出一句话 当时我明白 每个人长大的瞬间都不一样 而你不会知道 某些人某些瞬间的成长 是多么的残忍 我们好像总是这样 能够独自面对千军万马 雷霆万军 可是却抵不过别人一句 温柔的问候和关心 这么想 这么多年来 我哭得最狼狈的时候 竟然不是在多不身属的旅行里 独自扛着沉重的行李 被人骗光了钱 或者是丢掉了重要的东西 胶着地四处奔波寻找 又或者是异地打工 被老板欺负的那些难熬时刻 而是来自远方的电话里头 一句轻声的 你过得好吗 而哭得稀里哗啦 误着电话 哭得不成样子 不好 不好 我过得不好 好多艰难的时刻里 我都想回家 我想放弃一切 回到我最熟悉的地方 开口闭口 都是对于这个世界的控诉 和埋怨 我想说 我一点都不成熟 我还只是一个小孩 受到委屈 就想大吼大叫 他们说 只有哭的小孩 才会有糖吃 我的生活里 已经好久没有人 奖励我糖果了 每天为了成为一个 像样的大人 边走边学习 如何和困难相处 可是为什么 我没有说不的权利 我不想成为大人 并不想面对痛苦 我好累 我真的好累 可是啊 小孩通往大人的路上 没有反乘的 对不对 我没办法活回 任性的年纪了 对不对 不是所有的路都有归途 成长这条路 更是没有 时间也是 人生也是 长大也是 这些都是单向的轨道 你只能一天一天 被推向明天 离从前越来越远 那 在你面前的干练事故 是我用好多好多委屈 和磨练换来的 后来就再也没有暑假 没有夏天的枝亚 茁壮的大树 不会再重新发芽 已经不再是第一次出走的我 没有掉眼泪 脸上有了从容得体的豁达 想说的话不必如梗在喉 已经可以轻柔的道出 遇上问题的时候 也懂得伤心难过 失落 对一切都没有帮助 会静下来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法 偶尔回头看看过去的自己 也会觉得在机场哭泣不停的自己 十分可爱和动人 于是悄悄地把记忆封存 待自己不那么可爱的时候 拿出来提醒自己的纯真 终于接受了自己事故 和想象中的现实有些许差别 但又有什么关系 在与生活冲撞 发出隐隐回升的过程中 总有一天 岁月会把我磨碎成温润的样子 这条路途一直没有尽头 你再也没有归途了 也许已经看过良辰美景 也许还在等待着光风寄月 漫长的人生 你永远只能奔赴 只能勇往 只能风雨尖程的闯 所以对于离开 对于成长 别难过 总要离开的 你不可能永远在同一个地方 总要成长的 你不可能永远年轻 总要告别的 你不可能永远停留 一定有的 可能不再相遇了 也可能会重逢 无可欲知 所以别难过了 谁都要离开过往的 你也不例外 以上就是这周要跟大家介绍的排行榜书 所有温柔都是你的隐喻 长河书风版 作者不朽 出版社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